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这一期的新车闪送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特斯拉的Model Y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对它的这个了解的过程 来看看它有哪些的优点以及缺点 Model Y相比之前的特斯拉车型 在外观方面有了一定的变化 比如说它的窗框还有车门的把手 现在都已经做了黑化的处理 原来是那种镀铬材料的 很多人会选择用贴膜的方式 来把这两块做一个黑化的处理 这方面其实原来让这些贴膜的厂商是赚了不少钱 然后我们继续往车尾走 来到车尾相比于家族里另一款SV车型Model X Model Y是没有固定的尾翼的 而只有一个向上的小翘的这么样一个感觉 那么另外在Model 3上后备箱门是手动的 而在Model Y上现在是提供了电动的后备箱门 我们去到车内 我认为内才是Model Y相比于其他的特斯拉变化最大的地方 Model Y内饰的质感我认为是要比之前的特斯拉车型好了太多太多了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方向盘上这两个滚轮是采用了金属的材质 第二个是它这个木纹的面板现在是直接延伸到的车门上 看起来是时尚了不少也有质感了不少 最后是中央通道这个部分 这一块现在采用了一个这种向前推拉的这么样一个盖板 整个的滑动的感觉包括周边这些金属材料的包围 看起来也是要比之前的车型有质感了不少 前方这里现在是一个带防滑处理 而且是一个斜面的无线充电的面板 可以同时给两个手机进行充电 总体来看这辆Model Y它的内饰 我认为现在品质是比之前的车型提升了非常多的 我们去后排看一下那里的变化会比Model 3来的更大 因为Model Y的车身高度会比Model 3要高出了一些 所以它的后排头部空间会更好 其次它的座椅也不像Model 3那样拥有非常强的坐小板凳的感觉 现在这个座椅总体上这个姿势还是相对来说会更加舒服一点的 不过它的这个座垫的长度依然是非常的短 对于我这个腿部的承托依然不是很好 另外它后排中间座位的脚部那里是向前挖了一个空间 那么给中间这个乘客留出了更多放脚的空间非常的棒 所以Model Y整个后排的表现是明显比Model 3要来的更好的 更加适合家用 好的现在我们已经把这辆Model Y开起来了 首先先来说几个好的方面 第一就是这个车的隔音相比于之前的Model 3是要有提升的 因为它现在前面两扇车窗都采用的是双层玻璃 那么在日常行驶的时候 只要你的车速不是像在高速公路一样那么快的话 它的整体的这个隔音的表现是要比Model 3要来的更好的 然后就是Model Y它的舒适性会比Model 3来的要更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车身高度更高了之后 它的整个减震桶包括弹簧的行程的变长 会让它的这个舒适性会变得相对更好 还是特斯拉特意做了调教 这些都是Model Y相比于之前Model 3变得更加好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进入让我非常非常纠结的部分了 首先是这个车的转向 即便我现在是把这个转向的力度放到了最轻 也就是舒适 它的这个重量也比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车都要来的重 那甚至于比一些性能车在运动模式下的方向盘还要重 我真的不觉得这个车适合女性驾驶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最近都在问我 这个车怎么样到底可不可以买 问的呢也绝大多数都是女性 这个车的转向你们一定要去亲自试一下 看看这个力度是不是自己能够接受 第二个让我非常纠结的点呢 就是它的动能回收 现在已经不能调整了 原来是有标准和第一两种模式是可以调整的 现在没办法调了 只有一个模式 最后还有一点是我个人非常纠结的 就是你能感觉到Model Y整体底盘悬架的感觉 是要比Model 3来的更舒服的 但是它初段的路感依然是那么的强 对于小振动的过滤依然不是很到位 而且它对于车身前后抚养的意志呢 也延续了Model 3的那种感觉 由于它的车身变得更高 所以它的重心呢也会比Model 3来的更高一点 所以在变道或者是快速过弯的时候 侧心呢也会比Model 3稍微来的大那么一点 总结一下这辆Model Y在静态层面 它整个内饰的质感是比之前的车型有所提升的 中央通道这里的设计还有实用性也会变得更好 在后排它提升了头部空间 包括中间乘客这个放脚的舒适性 后备箱比原来的Model 3变得更大 而且还增加了电动尾门这种配置 整体的使用感受也会来得更好 动态层面静音性以及底盘的舒适性 相对也会变得更好一点 好了这就是本期的新车闪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